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直媒体人刘志凯 网上大家都叫我冬村阿凯 我的家乡在寒郭社县的太行山区 这里曾经山高坡斗 石厚土包 十年久旱 为了生存 前辈们早食雷焰 给予蓄水 建造出规模庞大的梯田 焦梁尖座 龙座倒茶 形成了整套的龙耕技术体系 梯田是这片土地的灵魂 只有守住了梯田 才有更好的奔头 天刚亮 王大爷和大妈就要上山了 还有伙伴小黑 靠山用山 修几天从不学好实际 王大爷就是一位 我们的这个地方石头比较多 我们的山都是用石头垂起来的 这个 对 把垂耗蒸起点 里边高点 这个水流失的比较少 我们下的土都是从石头里扣出来的 我给土往里盖上 对 切土露金的 在山区耕田 土总是很宝贵 基部用大石头铺垫 中间填充碎石 上面铺细土进行工作 这种婴地自宜的方式 让铁田不仅结构稳固 还能有红防红 不与防汗 我们的花椒树 中在压边 能不经实验 压根 你可以在荷召树 中间中小照亮 今天种枯子 明年种玉米 这样轮着刀菜 有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能介绍冰土海的发生 秋风 手枯子 把玉米 双江七十字 白鹿 刀河桃 一种刀河桃 这是我们中基的国律 即便坚固 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仍对大山敬畏 对提田感恩 这是提田下的烟火器 这是毒素 家乡的味道 小蜜毛发来了 与提田一代代传下来的 还有这里的老种子 它不仅延续着 汉着提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也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 临近秋搜 喝醋又到地里查看 老品种作物的生长情况 前些年 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 种地的人越来越少 很多老品种一度濒临失传 2019年 王金庄成立了农民种子银行 我们这个老品种当中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比如说我们老来白 肉与青 我们在1983年的资料上 就记载 在当地已经种的一百多年 最少的品种种的历史 已在三十年以上 我看到这个老品种 又想想我的爷爷种过 我的父亲种过 现在我也在种 可能将来我的孩子都要种 老品种保护下来 当地老百姓非常高兴 现在 这里收集保充的农药物种 涵盖26棵 57树 77种植物 包括171个传统农家品种 当地有句话叫 地种白样不靠天 我们就不管天汉天闹 我都能有收成 所以说 老种子的保护 也是农业文化遗产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种子银行做的 是把根留住 我们传统的农药物品种被保护下来 对于实施了太行山的绿化工程 二是对水的治理 我们沿途修建了好多的塘坝 减少了洪涝灾害的危害 第三个呢 就是对冲庄的美化和绿化 所以生态工程建设 我们就把山水灵整个保护起来 这个生态系统的变化 好多的物种也恢复了 提田的价值也提高了 我们这里是万亩的汉座提田 都是一层一层的 从山上到山脚下 提田它种出来的花椒 整体它就是颜色非常鲜艳 并且颗粒也是饱满的 曾经的我千方百计 想离开这片提田 如今我再回到这里 只想要好好地留住它 这些年高兴的是 我见证了家乡的变化 很多网友想来这里看一看 越来越多的好消息传来了 2022年5月20日 家乡的汉座实验提田系统 被联合国梁东组织认定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古老的汽田 正以最好的姿态归来 春换青春 初恢复会 月初恢复会 第一次 曼玉吉